回到新闻现场社会交定 我们带你看看这名张姓男子 他平时是在精品专柜工作的 没有想到私底下去从事贩毒的行为 而且还把同伙囚禁 凌虐致死 被法院判处了15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 他接着又被查出 卖7个假的名牌包 给两名高中同学 检方调查之后一诈气罪将他起诉 黑色林格文加上金属链条设计 极具品牌标志性的精品包款 是很多少女梦寐以求的配件 不过却有不少人士 看准市面上强熟的精品包 狡猾诈骗 一名在信义区摆货 精品表专柜的张姓男子 就是诈骗主贤 他联系良民昔日的高中女同学 审承自己认识很多贵姐 有管道可以用超低价代购 良民女子姓 维珍汇了97万到张姓嫌犯的账户 事后送人鉴定 却发现买来的7个名牌包 全是假货 气得要求退钱 没想到张姓男子 却直接销审逆机 只好愤怒提告 对于这个卖假包的人 是可以处理三年以下的有机图形 而且贩售一个是一罪一把 可以依照这个Hermes 真品的价值 来对他请求损害赔偿 但张姓嫌犯要付出的代价 恐怕不止这些 因为他不仅骗人钱财 甚至夺人性命 贩毒集团据点被攻破 人被强压载地 去年九月张姓嫌犯因为贩卖毒品 遭警方盯上 怀疑独有无姓男子是廖北亚 将自己的行踪泄漏给警方 因此心神怨恨 召集其他同伙将其囚禁 淋虐致死 张姓嫌犯最后被法院判处 十五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没想到现在又被调查出贩卖假包 还遭品牌提告 再为自己添加诈欺罪名 恐怕有好长一段时间 都得在监狱度过 记得陈嘉敏林文台北采访报道